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7月24号的公事首语新闻 首先来关心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已经发展成为中度台风 气象局观测 台风的路径往南偏 预估台风中心将不会登陆 最快今天晚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发布陆上警报 周三到周四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全台都有强风豪雨 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目前距离台湾约一千一百公里 暴风半径持续扩大 向西北溪行进 预估周一之后向西北北转 逐步接近台湾 依照目前路径 台风可能在台湾东南边登陆 未来太平洋高压势力将左右台风位置 路径还有变数 但最快在周一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二海陆台风警报齐发 杜苏瑞目前强度还在增强 雨室游东向西加剧 滨海风墙浪大 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目前预估降雨热区会落在东台湾 与高屏地区 气象专家提醒这两天仍要密切观察台风的路径 若台风稍微往北偏 对北部东半部冲击 就会更大 民众要预先做好防台措施 記者需要请致命一台报道 颱風杜苏瑞逼近 也让农漁业是相当的紧张 加以布袋磕农 昨天就急忙着将磕棚一座一座的拖回雨港内 再绑上绳索来固定 而另外在云林也有木瓜果农 抓紧时间绑上竹竿来固定果树 希望能够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 苛农把雨港外的苛棚一座一座 拖回雨港内在绑上绳索固定 台风杜苏瑞步步逼近台湾 嘉义冬时的苛农都不敢掉以轻心 担心如果大浪一来 牡蛎和苛棚都会被冲走 周日一早 苛农也已经出海抢收牡蛎 不只是苛农担心果农也备受考验 云林木瓜农在台风来袭前到果园 用竹竿加强木瓜果树支撑力 因为木瓜果实重 如果风雨太大 不只是苛果 可能连果树也会整棵被吹倒 另外台南大内的苛梨正进入产季 但苛梨果树浅根 不耐雨水长期浸泡 果农只能加强防台 希望将灾情降到最低 而即将举行的汉光三十九号 石兵操演 演习计划可能受台风影响 国防部表示应应石兵演习 与灾害防救需要 国军已经明确订定相关应变计划 将持续掌握天后动态 并依台风警报发布状况 弹性调整参演部队与灾防兵力 记者秋智北 彭岸群 温正恒 林卫婷 综合报道 独报学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市 国军汉光三十九号 石兵演习 二十四日起 一连举行五天 而这次演习科目 大幅增加 包括桃园机场 台北车站等 民间重大基础关键设施的防卫推演 被视为是三十九年来 最逼真 最接近实战的一次 而自由时报市报道 万安演习 配合汉光演习 台湾北部七个县市 今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实施 高铁正常行驶 桃园机场航班 正常起降 但是接驳公车 还有计程车 是暂停发车 而台北捷运 虽然是正常行驶 但是旅客到站后 不能够离站 至于在路上行驶的车辆 还有公车 都要停靠路边 车上乘客 以及路上的行人 都要疏散到 最近的防控避难所 而联合报则是提到了 在政府2017年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其中轨道建设 今年陆续进入新建的高峰期 去年底上任的县市长发现 轨道新建的县市自筹款高得吓人 六都七县市自筹款就高达了5518亿元 呼吁中央要修财政划分法 而看完报纸重点 继续来关心 国民党昨天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 召开拳带会 通过了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二零二四总统大选 先是搭肩 接着来个大大的拥抱 肢体动作中感谢满满诚意 国民党全内会 侯友宜提前在门外迎接 也当面向韩国瑜致歉 不过侯友宜民调持续低迷 也引发基层焦虑 现场一早聚集许多韩粉 高喊要韩国瑜选总统 在四年前 他在选取的过程当中 侯友宜做得不好 他对押情不好 所以我们两个逃顶逃 逃顶逃 过中华民国 过台湾这个土地 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 磨财害命的民进党 在中国国民党 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 下架民进党 两人和解大拥抱 韩国瑜也许下三个愿望 包括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两岸和平交流 永远不会有战争等 全代会正式通过 征召侯友宜为国民党 2024总统参选人 朱立伦喊出要团结在野 组组执政大联盟 让我们非绿能够大同盟 大联盟 未来执政之后 我们还要大家共同建立一个 和平安定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 会有业则表示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 既然彼此信念一样就团结在一起 但全代会部分停过的议长 及花莲县长徐真卫结为现实 后续来议整合 备受关注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则是动作平平 在国民党全代会的同时 与脸书上发文 强调自己不会让支持者失望 真实的民意永远大于党义 昨天下午更是去到了花莲 在国民党立委 傅昆奇等人的陪同下 参加当地丰年节活动 而对于选战议题 他是避而不打 跟着当地缘著名的传统舞蹈节奏 打赤脚一起跳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23号现身花莲显得一派轻松 在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同一时间 郭台铭在脸书发文 表示真实的民意永远大于党义 强调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会给大选与政治带来新的风格 也被外界解读是要参选到底 花莲县长徐贞卫 上午才缺席国民党全代会 下午就与丈夫国民党立委傅昆奇 亲自接待郭台铭 收到民众热烈欢迎 光是走到丰年节的舞台 就花了半个小时 郭台铭在华联则是对于敏感问题 一概没有回答 究竟是否投入参选 也引起外界联想 记者温家凯 台湾从2020年开始 已经连续三年 人口呈现负成长 而内政部最新统计 台湾的出生人口 2015年还有21.3万 但是接下来这几年持续下滑 今年上半年只剩下6.6万多人 导致全年的出生数可能不到13万人 放假期间 不少家长带小朋友出门玩 不过台湾的少子化问题逐渐变得严重 从2020年开始 连续三年人口负成长 收入也好 或者是有爸妈或者是家人的帮忙带 才有比较可能 工作也要抢得到 不然私托一个月两三万 当然补助会有补贴一点 不过教育费其实说实在的 才是花费最高的 内政部统计 台湾的出生人口连九年下滑 2015年有21.3万人 之后每一年都往下掉 到2022年剩下13.8万 今年上半年更只有6.6万多人 可能会导致全年的出生数不到13万 而在这样的数据当中 彰化线的表现相对给力 有家人可以一起帮忙 相信的话是一定够 消费也没有说到很贵 报户口 以县市来看 上半年的粗出生率 六都当中新北最低 而全台最赶生的县市 就是彰化线 有七分之七点六九 但是有大环境的物价高 低薪等因素在前 所以就算是各县市政府 有生育相关的补助 对生育率的帮助也很有限 专家指出 补贴政策并非是影响民众的生育重点 除了经济诱因之外 能不能带动生育的观念 并突然解决照顾 教育等问题 才有机会找出解放 记者曹燕俊出负财 台北张华报道 国人最爱到日本旅行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的消费调查 今年四到六月 有一百七十七万多位的台湾人访日 虽然不是入境数最多的国家 但是消费力最强 三个月花了超过一千七百三十九亿的日币 折合台币约三百八十二亿元 而近期因为日币的汇率低 到日本买精品更是大流行 琳琅满目的电子用品 台湾旅客到日本喜欢买小家店 也必逛药妆店 疫情之后报复性消费更明显 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 公布今年第二季仿日外国旅客消费调查 台湾旅客三个月内 共在日本花费一千七百三十九亿日币 打败各国观光客 领先美国游客的一千七百三十三亿日元 也比中国和南韩旅客还会买 而根据我观光局统计 今年一到五月国人出国 前往日本最多 有一百四十万多人 接着依序是前往中国与南韩 东南亚地区越南和泰国也很受欢迎 长城旅游目的地则以美国最热门 观光局表示 疫情之后希望与他国的旅游往来 可以更热络 尤其对于日本 我国出境多 对方入境相对少 自五月开始 就前往日本参加疫情之后第一次旅展 截至七月二十一日 我国已经迎来今年第三百万位观光客来台 观光局将持续针对航程四到六小时内的连近国家 力推台湾旅游 也会继续耕耘长城旅客 希望提早达成今年六百万观光客来台目标 今年二月恢复港澳居民来台自由行 台港交流提升之际 近期不少香港的民众反应 申请移居来台的难度变得更高 而至于成立近三年的台港交流办 不少在台港人不清楚这是什么机构 上场热身准备迎接赛事 台港友仪足球交流赛二十三号登场 相较于去年四队出席 今年参赛队伍更多 除了足球比赛 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特进会 还规划了经贸文化等活动 要提升台港交流 只不过2019年 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之后 台湾政府一直表态停港 但有部分香港民众反应 像移居台湾难度真的有一点高 至于成立近三年的台港交流办 有不少在台港人 并不清楚这个机构在做什么 就是打电话去求助 举办各种 比如说座谈会 法律的一些联会有的 一般上的门槛 其实相对过往来说 就是没有这么高 他们都对于申请工作证这个事情 这个手势非常的反驳 运行的意愿会变低 香港人不知道 那往外跑的人 他在这一年期间困难的状态 各种跑来台湾的人 背景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的确有一些国安的担忧 这个是比较是台湾政府 需要比较谨慎的地方 香港民众想移民来台 有投资 专业人士 移情 就学和创业等途径 但台湾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同时 又得防范中国渗透 所以申请条件会有更多的考量 不同的目的我们当然会给予他们不同的协助 人力我们永远钱不够了 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的社会团体 或者是已经定居的人 他们愿意介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 曾志宏表示陆委会和策进会 会持续的协助来台的香港民众 在申请还有适应环境等问题上 和相关的机构沟通 帮助港人在台落地生根 记者曹燕俊 秋富财 新北市报道 高雄某知名动物农场被投诉 园内的空间不足 卫生环境不佳 饲料还涨区 疑似不当对待动物 导致许多动物伤病甚至死亡 而东宝处到场稽查之后 认为动物健康无余 但是确实有照护不当等问题 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将依动保法连续开罚甚至撤照 梅花鹿被毛巾压着脚 没经验的工作人员 拿檳榔剪要剪指甲 结果剪泰生导致受伤流血 高雄某动物农场遭投诉空间不足 环境卫生也不佳 饲料跟水有蛆虫或变色 疑似不当对待动物 然后环境肮脏这个问题 然后反映多次主管都是忘记这件事情 或者是每次都是给我相同的回复 除了多只动物生病 前员工表示羊驼跟瓦来黑鼻羊 关养在一起 也导致羊驼被护食的瓦来黑鼻羊撞伤 还有小孔雀因放养而被送货车碾毙 其实农场前年就曾被动保团体揭露违法展演 动物农舍环境单调等问题 前员工表示长壁园居住环境依旧单调 且园区问题多多 高市动保处获报23号下午再度到场稽查 认为动物健康状况无余 动保处表示会请业者说明动物受伤疑点 否则将依法裁处 后续也会清查园内动物品种及数量 确保业者没有隐瞒伤病动物数量 记者陈幻影 陈贤坤高雄报道 桃园13岁少女 协助警方当诱饵抓嫌犯 却在远警的监控下 遭到嫌犯开车载走 性侵得逞 引发争议 桃园市警局决定 职任分局长 侦察队长都既过处分 而两名侦察队员 依伤害罪 废齿职务等罪嫌就办 而另外还有哪些重点新闻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桃园市一名十三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当诱饵 引出嫌犯 却在警方监控下被嫌犯带上车 性侵得逞 引发各界批评认为是违法不当侦察 面对各方指责 警政署要求从严就责 桃园市警局决定严处 时任分局长 侦察队长都既过处分 两名侦察队员既过处分 改掉行政警察 并依伤害罪 废齿职务罪嫌就办 桃园地检署已分他自案侦办中 有民众前往桃园台北监狱探监 却用手机录影还拍下受刑人模样 上传网络 由于涉及违反相关规定 北监将禁止探监三个月 对于收容人的惩处 以及监索人员是否有疏失 也会进一步调查 行政院长陈建仁 22号宣布 原先专属于18岁到21岁青年的 文化成年礼金 从明年开始会扩大发放范围 改为16岁到22岁都可以领取 希望年轻世代 透过文化币塑造台湾素养 文化部也初步估算 社会人数将从一百万人 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人 而台北敌化商圈认为 这项政策对文化产业有帮助 乐观预估 不少店家的营收 有机会成长二到三成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